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我们在成都的四川城体育馆 为您转播2007年中英人寿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半决赛的比赛情况 今天呢在四川城体育馆一共是两块场地 分别进行五场比赛 都是进行五个单项的半决赛 在我们的转播场地将先为大家转播 混合双打的第一场半决赛 英国选手罗布森·埃姆斯迎战中国队的正波高龄 在这场比赛之后将是男子双打半决赛 傅矮丰、蔡云迎战马来西亚选手陈银生、王顺福 然后是南丹的半决赛 中国队的林丹迎战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接下来是女丹半决赛 中国队的张宁迎战法国的皮红艳 最后一场是女双半决赛 中国队的杜静于扬 迎战印尼的纳希尔和玛丽莎 等一会儿先要进行的比赛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 我们在今天的转播当中继续邀请 前中国国家羽毛球队领队周军灿指导 和我们一起来观看今天这几场精彩的比赛 大家好 这次混双的四强的对阵是罗布森·埃姆斯 对阵正波高龄 另外一场是印尼的名将 诺瓦和纳希尔迎战 英国的另外一队选手 克拉克·克洛格 克拉克和克洛格是在 昨天的斯芬林决赛里边 战胜了谢中博和张亚文 罗布森和埃姆斯他们在八禁四的比赛是战胜了 中国队的一队年轻组合 何汉斌 于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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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罗布森在比赛开始之前 也是试了试这个球 给裁判伸出两个手指头 能试一第二组球 他觉得比较适合今天的比赛 刚刚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是看到裁判长 请一名英国队的运动员 在测试球 所以今天的球实际上是由 英国队的其他的队员 已经是测好了 但是可能罗布森 他认为可能这个球 还是不太适合 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两位教练 陈欣东和何向阳 高林发球 艾姆斯接发球 这也是罗布森的一些特点 两队选手呢 他们在场上 英国队队 应该说男选手 罗布森 在场上 是占这个主导的作用 而中国队是高林在场上 经验更加丰富 起到一个更加主导性 更多的一个作用 发球没有禁区 罗布森在身材上 占有很大的优势 非常高大 所以在接发球的时候 往往给发球的运动员 心理上非常大的压力 刚才这球本身是英国队 有主动的机会 但是 艾姆斯发现 这球过来自己不太好打 想让给罗布森 只有两个人配合上 出现一点小的失误 这队英国选手 现在在英国也深受欢迎 全英比赛的时候 还有 在英国进行世界大赛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个 广告招贴画的热门人选 这个球震波还是推得比较到位 那么罗布森已经是司机中心 但是一个反弹后场 高龄这个接发球的回球质量很高 可以推到中间 艾姆斯回球非常困难 造成了下王 好球 好球 震波披掉一个往前 这个对角的变化 让罗布森也觉得接起来很吃力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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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森半场推半场后跟进非常快 因为郑伯森在打轮霜的时候 他和过去和三阳打两个人 也有两边的挡网组织进攻比较多 对 可能罗伯森对他这个特点 前几天比赛可以看到 对 艾姆斯在往前这种卡位 抢位置的意识非常强 我们看到罗伯森和艾姆斯 他们两个人的站位非常靠前 罗伯森基本上就站在中场正中间的位置 艾姆斯站在前发球线的位置 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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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球是艾姆斯强攻高零 杀球的落点不错 让高零防出了一个质量比较差的 往前高球 前面几分打的都是在控制前半场 那么看来中国队觉得不是很成功 好像有意思要把球往后跳 双方二打成7比7平 突然发一个后跳 艾姆斯这个接杀也不错 直线回球过来得很快 中国队在判断底线的这个球方面 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 已经出现第二次失误 所以有时候在逆风的场地上 可能一下意识感觉对方的球 如果速度稍微快点 有可能被风吹出去 所以常常会放球 英国队在发接发完了以后呢 两个人的位置压得非常靠前 而且艾姆斯在往前看得非常紧 跟进非常快 所以这个给中国队造成的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中国队怎么样来破它这个阵势 这个非常关键 中国队也先把球拉开 中国队先把球拉开 阵波和高林现在连得两分 追上9比9 阵波和高林连接几次 残局把球拉到M4的头顶 把他拉到后场 对 可能我想 对 明显的战书 球路方面有些变化 就是说你已经注意到 英国队非常地注重前半场 位置压得很前 所以先把他 把位置拉开 我相信如果打顺了之后 还是会回过头来 来抢前半场 因为毕竟混双的比赛 前半场的争夺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前半场控制不住 那么就不能够有很多的 进攻的机会 现在是11比9 郑波和高林连得四分 领先到了第一局的几次弹 如果他可以转过去 前半场的几次弹 在这里 这么多的几次弹 只能够倒下 我是特帅 让我们站在这里 双方回到场上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07年中英人寿中国野猫球大师赛 这也是今年世界宇联的超级系列赛之一 这些超级系列赛的最后选手们获得的积分 对他们的奥运会前的排名很重要 对于一个协会来说 让更多的选手排名还得高一点 特别像中国队这样的强队 这时候判了英格兰队一个发球过腰为例 让中国类得分12比10 让中国类得分12比10 进往的调球 郑波今天在进攻的时候 结合批掉对角线调到往前还是比较有效 直接得了两分已经 11比13 那么这场比赛呢 高龄的母亲也来到现场来观看比赛 前几天我们也看到高龄和家里的很多亲戚 在赛场附近的一个餐馆一起利用这难得的机会 一家人一块吃了顿饭 对 因为国家队常年在北京集训 就很少有机会跟家人在一块 所以呢 很多的家人也利用这个机会来观看他们的比赛 这同时也是一个和家人一个团聚的机会 比赛还没拉开 12比13 罗布森发球 张军 郑波接发球 罗布森应该处理球方面还是非常从容 做通过这里赛波 这次赛波 这个步感效能非常好 进攻机会 我們看看,鄭波有意思挑黃球,但是這個球明顯的不到底線,這樣給羅伯森一個大力扣殺的機會。 這分球,鄭波他的防守的出球是非常好,都非常平,卻壓對方的頭頂,而不是消極地把球這個挑起來,讓羅伯森的進攻非常不順暢。 羅伯森進攻。 羅伯森看到鄭波已經上來搶網,推了他的一個身後後場。 鄭波想搶這個球,判斷他會搶網,那麼羅伯森的宜光也是非常厲害,已經看出了鄭波在往前移動,所以非常巧妙地改變一下球路。 就彈到中國隊的後場。 艾姆斯這個手上的動作非常小,所以就給中國隊的威脅很大。 如果動作太大,能會失誤,而且能會被看出來,但是我們看到艾姆斯在往前,不但是位置卡得很好,而且動作小。 現在比分非常關鍵。 還是半場,互相反控制。 中國隊首先把球挑起來。 先從防守開始。 可惜這個球跳出界外,看來在逆風的場地上,那麼在弧度上的控制也是要非常注意。 所以,否則的話也是會出界。 艾姆斯這個揭插失誤也說很可惜,他自己反覆在重複這個動作的感覺。 很關鍵的一分,差一點追平。 很關鍵的一分,差一點追平。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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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裡的,腦隊非常大,高齡就站在往前,他敢連續放網,勾對腳,然後放一個往前轉球。 第二拳已經給張揚,鄭波這個機會了,鄭波向下壓太快了。 另外呢,只要鄭波的腳步,還是差慢,所以走雖然說已經夠瞭這球了,但是呢不能很重複的來完成這個風球。 这也是他出现失误的原因之一 在十分之后 英格兰队 他们还是自身的失误多了一点 往往自己好不容易得一分 然后失误又送给郑波和高龄一分 那女士打得非常聪明 反派 推一个直线 然后再守到正手区这个地方 等着郑波拼抽球给他 接到这个球以后 马上改变一个方向 打到中国队的正手区 郑波刚才往前一个扑杀 获得了局点 高龄 人转 杀到罗普森的追身 拿下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 21比18 先生 我们接着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第一局两 两队选手的争夺的也是很激烈 打了19分钟 就叫郑波高龄 21比18 胜出 两队选手的争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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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两队选手的争夺的争夺的争夺吗 oom à 很多人 老想往回撤 所以看的人在往前 实际上常常心里是三心二意 所以这个轮转是非常重要的 要非常顺 而且你要有通常的默契 不要女的冲上去了 男的还待在前面 那就会发生 两个人都在往前的情况 这是个建立球 看样子英国队也是采取 中国队第一局用的同样的战术 就在前半场抢不过的时候 因为在逆风 前半场会劣势一点 然后呢先把球打到 中国队的后场 先把球拉开 看中国队怎么样 应付这样的战术 罗伯森今天在挡网的时候 还是失误非常多 这也是郑波盯着他这一手 一旦他有这个意图 就往前逼 给他一些压力 出界 罗伯森的失误 我连续丢了三分 使郑波和高龄6比4 超出领先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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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这个球 郑伯和高龄在防守当中非常稳健 特别是高龄 特别是高龄几个防守打的质量非常高 面对罗布森这么高大的队员凶狠的进攻 高龄还是非常轻松的把球都防过去 谢谢 7-4 开始 下足初戒 郑伯判到非常久 中国队连续得了这5分 从4比3开始 现在连得了5分 都是英国队的失误 6分钟 来下足够打的 3分钟 5分钟 3分钟 5分钟 5分钟 這個球接得有點勉強 實際上應該放過去給正波來後面補 漂亮 這等於是連續的幾拍 兩拍的組合 推直線然後回來馬上封住直線 老闆森非常大膽 可以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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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又好球 高龄把球防起来 高龄在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 但是球挡了过去 人救了两块 高龄这个接发球 实际上非常好 尤其接M4的接发球 马上推中路的短球 回放一段 球都是相当贴网 直接造成对手的失误 已经有四分这样的球 再来比较多 三十二十点 对 三十二十点 他的三十点 他都散出 20 seconds 20 seconds OK 他都不发球 他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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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有一点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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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近越莱牙 越莲越 越莱 chamber 越莱絲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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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了一個發後場 剛才也注意到鄭波在接發球的時候 重心向先請得非常厲害 今天總的來說雙方的失誤都還是比較多 場上拍數很多的來回球很少 打幾拍這個球很難控制住 高齡這個球封住在對角線的位置卡位卡得很好 而且球牌舉在頭頂 直接把這球封住 看18比11 這場球基本上已經拿下了 19比1 19比7 郑波高龄这场比赛取胜之后 他们将迎战印尼的诺瓦和纳西尔 以及英国的克拉克克洛格之间的胜者 进行决赛的争果 英国队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决赛将在星期天的下午1点钟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将为您现场直播 2007年中英人寿中国羽毛球大资赛的 五三项的决赛 电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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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分钟的争夺之后 郑波高龄是以2比0战胜了 英国的罗伯森和艾姆斯 取得了这场半决赛比赛的胜利 他们将在明天进行决赛 三十四分钟 简直到大 видим